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0号报道 两架美国B-52轰炸机 9号从美国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起飞 10号抵达中东 这两架轰炸机在伊朗领空附近空域 飞行约两小时之后返回美国 全程飞行36小时 对此伊朗方面在当地时间12号回应称 包括美国B-52轰炸机在内的 所有区域内和跨区域的军事动向 都在伊朗防空基地的监控之下 据伊朗办官方的迈赫尔通讯社报道 伊朗哈塔米安比亚防空基地 副指挥官拉西姆扎德当地时间12号表示 所有区域内和跨区域的军事动向 包括美国B-52轰炸机在内 都被伊朗在距离边境线 超过150千米以外的地方监控到 他们无时无刻不处于伊朗防空基地的监控之下 拉西姆扎德表示 领空是伊朗设定的国家红线之一 敌人们在此前已经历过 伊朗哪怕是遭受最小程度的领空被侵犯 都将做出强硬回击 据了解 这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B-52轰炸机第二次从美国本土直接飞往中东 11月21号 两架美国B-52轰炸机 沿着相同的路线完成了一次飞行任务 市民检查到报道了 没任何物费 底下一个公司 海里